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 很开心我们今天一起来 攻读上帝的话 在约翰福音13章1到11节 我今天所定的主题是 谦卑服侍人的样式 我们一起来读 玉业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吃晚饭的时候 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 放在西门的儿子 加略人犹大心里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却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 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就离席站起来 脱了衣服 拿一条手巾 竖腰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 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述的手巾擦干 挨到西门彼得 彼得对他说 主啊 你洗我的脚吗 耶稣回答说 我所做的 你如今不知道 后来必明白 彼得说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耶稣说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分了 西门彼得说 主啊 不但我的脚 连手和头也要洗 耶稣说 凡洗过澡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 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我们今天看到 在玉业节以前 耶稣知道 他自己将要离世了 他要走人生 这个时候最后的一段 就是丧十字架 这也就是仇敌 魔鬼掌权的时刻 耶稣面对他生命中 最黑暗的时候 但是他却在这个时刻 做了一件 令我们感动 又卑微的事 就是为门徒洗脚 其实在这个玉业节的 宴席的时候 门徒他们在吃晚餐的时候 起了争论 门徒彼此争论 谁为大 而耶稣 他这个时刻 他强调 他自己是甘心服侍人的 他为门徒洗脚 是他爱的具体表现 耶稣谦卑弯下腰来 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包括犹大 耶稣明明知道 犹大要卖他 他仍然给他机会 说凡洗过澡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耶稣不断的想挽回犹大 只是犹大没有回转 没有回头 他的心刚硬 魔鬼进入了他的心 在这个洗脚当中 我们看到彼得又可爱 又充满了血气 彼得的血气 不能成就任何的服事 我们的侍奉 若是也是只是靠着肉体和血气 是无法达到终点的 而耶稣服事人的样式 他为门徒洗脚 他给了我们做了榜样 耶稣也要 不只他为门徒洗脚 也要我们彼此洗脚 叫我们可以照着 他向我们所做的去做 感谢主 主的恩典 给我们机会回转 求主把一个谦卑柔软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 弯下腰来 彼此洗脚 彼此相爱 靠着当我们的服事 靠着圣灵和主的爱 来侍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耶稣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感谢主 我这一次肋骨骨裂骨折受伤了 我领受了许多弟兄姐妹 肢体对我的爱和服事 感谢弟兄姐妹为我洗脚 爱我 让我心中充满了感恩 感谢主 我和尾茂 好像也是无以回报 只能更多的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感谢主我今天看到的五个询问法是 从这一个经文里面我看到 主给我们的界面是 我们要彼此洗脚 我们不止洗门徒的脚 我们彼此也要洗脚 从这一段经文 给我们的应许是 父已将万有交在主的手里 从神出来的 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在这一段经文 我们要避免的罪 就是避免拒绝耶稣不回转 要如何来应用呢 我们要学习耶稣谦卑服事人的榜样 为人洗脚 感谢主 对耶稣有什么新的认识呢 耶稣不断的用他永不改变的爱 来等候人的回转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 让我们每一天都要回转 我们每一天都要回到你的面前 领受你谦卑的样式 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 不断的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回头 让我们回转 使我们可以效法你的榜样 用门徒的榜样来服事人 谢谢耶稣感恩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